大家好,我是Stan 韩国影后邱队员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出演宇杰森节目的时候感到非常不便 而引起了争议,哼扫了热搜棒 9月5号,邱队员在首尔的一家咖啡馆 进行了电影李伯伯上映前的采访 而在这之前,邱队员出演了宇杰森主持的网络综 Pin Gigu和邱队员主持的邱队员而引起了话题 当天,邱队员对记者表示 我对出演综艺节目还是有点不自在 之前只在一个节目短暂见过邱队员 所以有点担心 邱队员相比Pin Gigu感觉更轻松一些 关于Pin Gigu的邱队员表示 真的非常不舒服 虽然大家说那是概念 但说实话真的很不舒服 因为我不太擅长做反应 而宇杰森在带领节目时非常努力 看到这些让我感到不自在 我从来没有和宇杰森私下聊过天 我们只是大学同学 后来宇杰森在主持界成为了顶尖人物 而我成为了一名演员 两个节目是在同一天拍摄的 上午派了Pin Gigu 晚上派了邱队员 派完Pin Gigu之后 我对邱队员的拍摄有些担心 但是最后还是很放松的完成了 邱队员与宇杰森是首尔艺术大学九一届的同学 尽管是同学关系 邱队员对于宇杰森仍感到有些尴尬 而宇杰森则经常将这种尴尬感作为搞笑素材 在这次的Pin Gigu 也因为宇杰森和邱队员之间的尴尬互动 引起了话题 邱队员试图亲近邱队员 但邱队员却显得有些尴尬 并保持距离 他们之间的这种互动 加上引进人不知所措的反应 为观众们带来了新的笑点 但是在节目中邱队员的反应 以及之后的感到不舒服发言 在网上引起了很大的争议 以他的地位 应该可以选择想要出演的宣传节目吧 如果感到不自在就不要来了 他之所以来上节目 还不是因为邱队员的话题性和知名度 何必要这样接受采访 如果那么不舒服就别上节目啊 到底要迁就你到什么程度才行呢 他应该不会不知道 这个节目就是这样吧 那么为了宣传就不应该上综艺节目 为什么频道订阅者 要看一个演员感到不舒服 还在做宣传的影片 评给我本来就是闲聊 加上金矿谈话的节目 因为点击率高 才有那么多演员想要上节目而已 其实是开玩笑也不必这样吧 感觉这种话完全可以不说 毕竟不只是他自己 连对方也会成为人们议论的话题 他可能认为自己是很直率 但其实这非常无理 他应该亲身体验一下被难看的感觉 不知道他为什么这么高傲 但是也有网友表示 为什么要骂他呢 程队员和宇杰瑟只是大学同学并不亲近 这次是久违的见面 看到彼此成为大明星 所以感觉尴尬吧 而宇杰瑟只是想偷我表现出亲近来制造笑点 程队员感到尴尬也是自然的 他本来就是那种该说不识就会说不的人 而宇杰瑟觉得他这种反应有趣 所以才会故意这么做 这有什么好批评的呢 真的是没什么大不了的事情 所以对于程队员的受访发言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